3 2 1 我要透支 我要做透支 YES 但是我只有加1 水瓶做透支 -99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大家晚安 今天這次開箱要來介紹的是桌遊 這一款桌遊我個人是覺得很喜歡 第一個是 你可以看到它長得很可愛 雖然我們現在拿到的盒子是樣品 到時候不是真的這樣包裝的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由非常當紅的博文創作者 消極男子推出的一款桌遊 名字叫做人生 如果你有看過消極男子的作品的話 你就會知道它的創作通常都是一種 非常負能量的消極的態度 反應很多年輕人的心聲 到了一個年紀以後 你再聽到人家去講正能量心靈性上 你就已經會真的覺得很想要俩工 你就會開始覺得說 與其聽那些很虛的話 不如就是承認自己就是 處在一個負能量的狀態 反而更容易接受 怎麼樣 我就是窮啦 我就是衰啦 認清你自己 做任何事情就是要 Count down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不要假裝 那這一款遊戲叫做人生顧名思義 它就是在呈現一些 大家人生中會遇到的一些選擇 或是一些追求的目標 你知道像我們每個人的人 人生形形色色 有的人追求的就是 想要賺很多的錢 有的人想要追求的就是 我要變得很有名 或是有的人想要追求的就是 家庭和樂 每個人追求的其實都不一樣 但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太可愛了 這個是它的那個遊戲版 那你這邊會看到一些 很恐怖的眼睛都紅紅的消極男子 表示一些負能量的狀態 然後這邊有一些就是比如說 家庭啊 興趣啊 專業啊 友情的這些 然後這邊就是分數卡 很可愛 而且有不同的款式 這個遊戲最特別 我覺得最棒的一個是 用12種星座 你每個星座都是一個角色 那每個星座都會有每個星座的特質 就好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一樣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選的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三個人一起玩 我們是不同的星座 那就選自己的星座 比如說像這個巨蟹座 就是非常的愛家的一個角色 那要追求的就是跟家庭有關的卡牌 這邊手裡的這疊目標卡 你看它每一張卡都會有分數 跟它右上角的這個icon 就代表它是錢 或者是它是愛情 或者是它是友情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蠻多有趣的情境 比如說發現老家的碗是值錢的古董 半夜糾喝酒 朋友隨摳隨到 精通按摩技巧 變成阿嬤的寵孫 左上角就有它的分數嘛 這邊的這個板子呢 就是你分數就會一直往上加 等到回合結束以後 就看誰的分數最高 然後這個角色是有點討厭的 它就是一個負二代的概念 它就是要讓你覺得 無論我再怎麼努力 都超不過這個負二代 所以它就會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三張卡在上面 負二代永遠就是會直接拿到最高的點數 它就比你們先前進了五個點 今天現場三位呢 剛好是不同的星座 這個金牛座 它就寫說我只知道錢的好處 它就是一個非常追求錢 五陽座呢 它就是有一種燃燒自己 也要拚命的取勝的感覺 水瓶座你看很可愛 它的那個腦袋裡面會跑從貓咪來 好奇卡 好奇卡就可以使用兩次的加乘效果 就是它如果使出這張牌 它就可以先看別人出的牌的點數是多少 我們現在已經發完了角色 那另外兩位他們沒有入鏡 你們就是知道有這兩隻手就好了 那再來呢 每個人都會有十張能量卡 就比如說像這邊會有一個能量 三個能量 四個能量 不一樣 那每個人都有十張 你看我的卡 跟他們其他人的卡 就長得不太一樣 就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星座的卡 我的是黃色 然後這個是粉紅色 這個是紅色 然後從牌庫頂拿出四張牌 這就是你目前的手牌 他們不要看 但我可以給你們看 我目前的手牌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每個回合呢 你都一定要出牌 可是你可能可以考慮說我只出一張 或是我要全部都出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要來競標 這邊的目標卡 因為我們是三個人玩 所以每一個回合只會有兩張目標卡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教你怎麼算分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說 我為了要得到最高分 我應該要追求什麼樣子的目標卡的組合 我要去爭取哪些卡 好那我現在洗完牌了 我就把它放這樣子 這是我們這一回合的兩張目標卡 一張是家庭 早上起床早餐已經做好了 得四分 另外一張是友誼 朋友幫你從基隆搬家到屏東 五分 現在不是每個人都有四張牌嗎 我們就要比如說倒數十秒鐘 然後等到時間到的時候 大家一起出牌 蓋著 等一下再攤開看 我們的分數誰比較高 分數最高的人 他就可以優先拿走一張牌 分數第二高的人 可以拿走另外一張牌 那分數最低的人 他就會不但拿不到牌 而且還要被發一張這個負能量的 結算的時候 如果誰的負能量是最多的 他也要再多扣分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數到3 大家一起把牌這樣放著 1 2 3 我的是11分 你的是10分 你的是7分 所以我最高分嘛 然後你最低分 所以你會得到一張這個 就是負能量牌 然後我可以先選 我覺得都差不多 所以我應該會先選友誼的 因為他的分數比較高 而且他可以幫我得到友誼分數 這個富二代 一開始都一定會得到最高分 所以他已經往前走了5個 我 因為拿了這張牌 所以我的這個黃色icon 也可以往前走5個 下一個回合 大家都可以再抽牌 最多可以抽3張牌 可是你同時手上的牌 只能有4張 所以比如說我剛剛出了3張 我手裡還有1張 我就可以再抽3張 但如果你剛剛只出了2張 你就只能再抽2張這樣子 好 友情8分 賭博欠錢 朋友賣房幫你還債 對啊我會有這種事 我跟你講親兄弟都不會這樣 專業6分 發明寵物翻譯機 知道貓怎麼罵你 1 2 3 透支 好這時候呢 牡羊座使出了透支功能 告訴大家什麼是透支功能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手牌都放到透支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從牌庫裡面再翻一張牌出來 像牡羊座的話它還有特殊功能是 當它透支的時候 還可以再額外加3分 所以它這一局分數會超級多 因為它有5張牌再加3分的分數 可是當你在使用透支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從牌裡面幫你塞進一張這個負能量卡 那你看到這邊有一個-2跟-99的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你平常在你的牌堆裡面 如果你抽到它 你是一定要打出來 那它就會幫你扣2分 比如說我剛剛出出來的總分是5分 再加一個這個那我就只剩3分 可是如果你是在透支的階段 翻出來的時候就直接扣99分 所以你就會直接得到一張這個負能量icon 好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張牌送給牡羊座 因為我們這個10張牌是你用完的時候會要再重新洗牌 所以它下一回合就會被洗進去這樣 你每次用完的時候 你自己也要再多領一張這個負能量卡 所以每個人的負能量卡都會越來越多 你抽到負能量卡的機會就會越來越高 好那我來算一下 牡羊座呢 所以它這邊已經有13分了 再加透支的一張牌是3分 所以它這一回合有16分 那我呢是9分 水瓶座呢是12分 所以這一回合變我最輸 所以我要拿一張這個牌 那第一名是牡羊座 所以牡羊座要先挑 牡羊座挑了很友情 那這個專業的知道貓怎麼罵你的就交給你 那如果你已經抽不出3張的時候 你就要重新洗牌 然後這時候就要發給你一張不能量卡 你就會多一個抽到的機會 這個是專業成為西台灣王國的卸行文字專家 這是一個家庭牌 跟家人投給一樣的候選人 去年大家都 喔好辛苦 但是在我家完全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我就是回到家的時候 就是可以跟我家人一起罵同一個候選人 1 2 3 看一下牡羊座的是 哇 你還是有10分 我也是10分 9分 好衰喔 所以你要得一張這個 然後我跟牡羊座要猜拳 因為我們的分數一樣 剪刀石頭 不 不 所以我就變第一名 我可以先挑 那我覺得我想要成為卸行文字專家 就留給你跟家人投給一樣的候選人 對我要前進8個你要前進5個 接下來就是我跟水瓶座 我們必須要來重新洗牌 然後要給自己一張負能量卡 放進來洗一洗一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抽完牌一樣是兩張 第一張是 終於有錢的出現了 得到符合勞基法規定的加班費 是3分 另外一個是興趣欣欣的 找到青貓殺很快的方法 那因為我是金牛座啊 如果說目標卡裡面有任何一張是錢的符號的時候 我的分數就主動會加3分 1 2 3 首先是牡羊座 牡羊座裡面有一張負能量卡 所以牡羊座這一回合只有5分 水瓶座有11分 我有9分加3 所以是12分 有過多 我第一名 你第二名 你得一張這個 那我當然是要先拿錢的 因為金牛座如果遊戲結束的時候 可以持有兩張以上錢的 就可以加10分 所以我一定要爭取這一個 然後富二代也是加3 你是興趣牌 這一回合的能量牌是 愛心 他對你很忠誠 有8分 友情 半夜糾喝酒 朋友隨後隨到 1 2 3 好 水瓶座這時候要使用他的好奇卡 那他就可以從我們兩個人的牌裡面 選一張來看 就是看一下喔 是什麼牌 所以你決定要再加一張牌上去 對 好那我們就來計算一下 水瓶座的分數是 9分 我的分數是 7分 他的分數是 3分 好水瓶座因為這次他的策略 所以他得到了第一名 好 8分的 水瓶座加8 聽說要超過富二代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然後我得到一張友誼卡 我可以加4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接下來就來進行我們最後一個回合 到時候大家知道怎麼算是結束呢 當你的富二代走到這個終點88格的時候 所以你要實時注意富二代到底走到哪 最後一回合的牌 這個是興趣牌 5秒解除魔術方塊 這個是前海邊撿到龍鹹香一夕報復 這好像是上禮拜的新聞 3 2 1 我要透支 透支 因為是最後一回合 所以大家都想說透支算了 我想做透支 對 但是我只有加1 Oh my god 水瓶座透支-99 透支失敗 不好意思 我的話 11分 10 15 18 18分 好喔 那你要選哪一張牌 所以他拿了興趣我拿了錢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結算分數囉 牡羊有兩張家庭卡 4分 然後又有一張愛心卡 2分 又有一張友誼卡也是2分 然後他同時有家庭愛情跟友誼 三個家庭可以再加4分 所以你就有可以再多加12分 所以這邊12 這是牡羊座的總分52分 那我的金牛座呢 我有兩個友誼卡 所以加4分 然後我有兩個專業卡也是加4分 所以我可以再加8分 欸 我跟你一樣耶 都是52分 那水瓶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愛心跟一個專業 所以可以加3分 1 2 3 可是因為它有最多的消極Icon 所以要扣5分 再扣回去 好 那我們最後的結果就是 金牛座跟牡羊座是平手的 分數比較低的是水瓶座 就是我們最後的成績 所以這個遊戲呢 我們剛剛就幫大家示範到這邊 就是不知道大家覺得好玩嗎 你每次玩的朋友的組合可能都不太一樣 那或者是你們每次可以選不同的角色 那其實就會完全有不一樣的屬性 跟不一樣的要追求的結果 像天秤就是一個要公平卡 它有兩張要公平卡 就可以把大家的那個特異功能都抵消掉 然後天蠍座就是 越消極它就越強 所以它最後面的那個消極指示物 那個Icon如果最多的話 它就不但不用扣分 還可以再加10分 所以不同的星座來玩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而且聽說他們還會再解鎖一個 第13星座就是蛇夫座 所以我就覺得還蠻期待 蛇夫座出來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那最後我一定要介紹這個 我就是衝著這個東西 買了這個遊戲 它有一個組合呢 是有附消極男子12星座系列的徽章 然後這個實在太可愛了 鏡頭都是這個 拿著一個錢 然後像這個是雙子座 雙魚 好的這是剛剛的水平 而且這些啊 都是你募資期間贊助 你才有機會收藏得到 之後就不會再買了 被子裡的是巨蟹座 非常的可愛 而且就是很五彩繽紛 而且它的顏色分佈好像很平均耶 整體看起來的話 就會是這樣 今天就是來介紹這個 消極男子跟米走工作坊 合作推出的人生桌遊 最後一樣是有這個抽獎的活動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抽出一套這個人生桌遊 讓你帶回去玩 只要你完成一下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個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一組這個 消極男子的人生桌遊 可是如果你想要得到這個 很可愛的徽章的話 你還是要自己去贊助 就是集資期間限定 被留言的時候就告訴我們 比如說你是什麼星座 如果是你在玩的話 你想要追求的是愛情呢 還是錢呢 還是專業呢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 人生總是要過 雖然消極是一種 好像比較接受自己的狀態的人生態度 可是你也盡量不要一直 讓自己維持在那樣的狀態裡面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一天 再見 其實我以前都覺得 我很不像金牛座 但我最近真的覺得 我好像有越來越在乎錢的趨勢 你只要給我錢 我就可以活得非常的好 什麼都不缺 就只缺錢